女人再婚,选钱还是选人 男女再婚差距很大 男人离一次婚,只要有点钱 小姑娘抢着架 但女人就不一样了 所以女人一旦结婚,一般不会轻易离婚 就算实在要离婚,也是真的忍无可忍 对于婚姻,每个女人的心目中 都有一个好男人的标准 有些喜欢浪漫型的男人 有些喜欢有钱的男人 有些喜欢长得帅的男人 一百个女人,有一百个标准 因为每个人都是不相同的 但是好男人还是有一点共同点的 女人如果抓住这些有共同点 就能找到一个好男人 一,会尊重女性 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 肯定是夫妻之间相互尊重 如果没有了尊重 那么一切的理想条件也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婚姻需要携手共进几十年的风雨 如果没有尊重 就达不到婚姻平衡 二,能照顾好自己的人生 独立是男人成熟的标志 女人一般都不喜欢没有主见的男人 男人只有具备了独立的人格 才能好好照顾家庭 好好地自我发展 也只有这样 他才能为一个女人撑起一个家 三,有责任感 男人有责任感是最高尚的一种品德 这样的男人勇于承担 有勇气去面对生活的困境 这大概也是所有女人所希望的 离没离婚不是择偶的障碍 相反会对二次婚姻的标准更理性化 成熟化 无论是有钱的男人还是没钱的男人 只要是真心对你好 并且有上进心 都可以作为选择 鞋子合不合脚 自己最清楚 都说离过一次婚的男人是宝 离过两次婚的男人是草 女人亦是如此 离过婚后对待感情 理性大于感性 不再犹如青春少女般那样冲动 这些恰恰是一次失败婚姻交给的 生活就是这样 经理过失败 痛苦后才能认清她的真面目 认清后是为了让我们做出正确选择 不是战战兢兢 害怕面对选择 这是生活教会我们的 不过再婚一定要慎重 选择用心的对你和孩子的人 同时自己也要在上次的婚姻 吸取教训 只有彼此用心交流 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再次婚姻